NBA记者Jar Garden报道称,有消息人士透露,其实期望用科沃尔交易到一个首轮先,尽管科沃尔已经是37岁的老将了,但他仍然有着出色的实力核心肯的职业态度。 即便交易不到一个乐透签,但与一个末尾的首轮先,还是能够相匹配的。科沃尔是一位出色的射手,上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4%,而巅峰时期的科沃尔三分命中率甚至能够超过五成。 如果给科沃尔找一支适合他的球队,并且为他安排战术的话,那对于科沃尔和他可能加盟的那支球队来说,都是有莫大好处的。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,究竟有哪些球队非常适合科沃尔?首先自然是胡人队,不为别的,只因为胡人有一个,能够为所有射手创造接球就投空间的詹姆斯。 詹姆斯和科沃尔是老搭档了,二人合作亲密无间,而胡人现在也缺少一个三分球稳定的射手。 科沃尔来到胡人的话,对于胡人来说是如虎添翼,而胡人下赛季进入季后赛希望很大,因此首轮先价值也没有太高,胡人应该舍得。 雷霆队也是对于科沃尔来说非常好的选择,安东尼离开后,雷霆队整体防守看上去提升了些,但进攻尤其是三分球显得稍微弱势,考虑到威少极强的突分能力,科沃尔一定有更多的表现机会。 想想看,把上赛季甜瓜得到的那些空位机会给科沃尔,那雷霆的进攻怕是要上升一个档次了。 马刺队今年夏天失去了他们的三B球员丹尼格林,如今的马刺几乎是联盟当中三分球最差的球队,有中距离双得牵制的话,科沃尔加盟马刺,也能够得到很多表现的机会。 毕竟他可是之前东部马刺老鹰队的核心成员,而科沃尔的年龄在马刺也丝毫不成问题,不过,得到科沃尔最恐怖的一支球队是勇士队,勇士本就是一支多点开花的球队,海啸三兄弟互相类对方牵制防守,空位机会大大增加,如果科沃尔能够加入勇士,在某些进攻回合,他甚至能够替代克莱,当然科沃尔如果加盟勇士的话, 怕是会被人骂投敌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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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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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